不带或是弥勒菩萨 我们中国人称他叫欢喜佛 这是个传奇任务 但是高僧传上有他专机 专机里头不知道他的性命 没人知道 哪里人也不知道 出现在风化 这讲风化 他居住的地方是薛斗寺 这个寺庙现在是弥勒菩萨道场 他在那边住 胖乎乎的 笑眯眯的 每天到外面去化云 不管人家给什么东西都往布袋上放在里面 有一次在路上 遇到了几个人 向他老人家请教 什么是佛法 他把布袋 往地上往地上一放两个手一垂下来 做出这么一个姿势 一句话也不说 这人家看了一看 说哦 这放下了 放下之后怎么办呢 他把布袋背上就走了 离也不离人 他真的答复了 真的讲清楚了 什么是佛法 放下是佛法 你看看 我们的大乘教理 放下执着 就是振巴罗汉 放下分别 就是菩萨 放下起先动念 你就成佛了 自食至宗 就是叫你放下 放到什么都没有了 连放下也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成佛之后怎么样 提得起 放得下提得起 那提起来是什么 提起来是 普度动身 这个度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帮助 帮忙 写作 众生有苦难 你都帮他 众生在迷惑 没有觉悟 你都帮助他 用什么方法 讲经教训 你看释迦牟尼佛用的方法 我们都看到了 身一行 以言教 他所说的 他真做到了 身一行 一言教 讲经 说法 摄迦牟尼佛一生 就干这个样子 三十岁开悟 开悟就开始 教学 七十七十九岁 七十九岁 原济 讲经教学 四十九年 他所说的 他全做到了 没有一样 不知道 他教我们的 启蒙 十三一道 他做到了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忘语 不念学 不起语 不悟口 不贪 不成 不吃 真做到了 做得干干净净的 三规 放下 你 写 远 依靠 觉 正经 这是三规 他做到了 无戒 他做到了 金教里面 教我们放下 执着 他做到了 放下分别 他做到了 放下 起心动念 他做到了 然后告诉你 只要你 真正 肯放下 无量的智慧 是你自信 你的本有 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向好 都是自信 本来之处 华言经上 世尊讲 一切众生 皆由如来智慧得相 真地 不是假的